這些就是在吉丹島出名的辣斯辣媽 我還沒介紹你吃 你還叫青青 我吃了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你知不知道香港沒有客戟嗎? 是呀香港沒有 審司介紹這間餐廳 它的海鮮又新鮮 價錢又合理 如果有時 你就不想要去那麼遠 只是想逛逛一天遊 那你就可以在霸山上搭九個字的旋程 就可以來到這個小島 走一下感受一下漁村的風景 一齊靠雙手 全部都可以加進去 可以加進去 可以加進去 這些就是吉丹島出名的辣斯辣媽 它會有加海鮮、蝦 因為始終都是漁港 所以他們也改良了這個森巴醬 然後再加蝦 有些海鮮和蜆 我也想知道 這個辣斯辣媽有什麼不同 再加一隻蝦 真的不一樣 我們吃的辣斯辣媽 是從來沒有蝦和蜆的 我們試試這個娜娜煎吧 這個娜娜煎很像 我們去蝦拉光那裏 娜娜那裏 娜娜那裏的味道煎 是嗎 挺像的 它用蜆蜆煎 很香 剛剛煎氣 很香 這是當地的美食 你們一定要試一下 我看Suki的身形不是吃那麼多 是呀 這個蜆蜆大小一點 娜娜那是小的蜆蜆 所以有不同 娜娜不同 如果你要找這間餐廳 很容易的 你在吉淡島的警察局對面 你就會看到這間 頭的 頭的意思是老闆的意思 我們來到吉淡島 沒理由不吃海鮮的嘛 在碼頭一走出來 你就會看到這間快樂香的海鮮 還有最重要現在這個中數 既然它沒有關門的 即是它沒有下場的 就變成我們可以在這裏吃了 MM2H這個話題 都很多人說的了 就說它究竟有甚麼要求 其實你有沒有收到這類型的問題呢 是呀 其實第二間餐廳呢 你看到這個市場 有些人就說可以切申請了 其實現在那些公司都是跟那些客人 就是跟他們說你可以準備些甚麼資訊 然後就要客人先確認他 就可以準備一些東西 譬如說梁文靖 可以先做的 還有其他那些 如果帶家人的話 要家人的關係證明 所以如果要準備些甚麼資料 我覺得Suki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如果準備文件的話 先準備梁文靖 然後是婚姻證明 還有婚姻證明 小孩的婚姻證明 然後申請了這三個 然後帶我去海鮮的地方 做證明 海鮮的證明 然後我不時再申請一次 即是梁文靖要拿去領事館申請 海鮮後再拿去領事館 那這些步驟你就真的要 這些時間 他們不知道 要吃點時間 大概兩三個月 香港就說 兩三個月 梁文靖也要兩三個月 香港是因為梁文靖 梁文靖要排隊 但那些套餐就沒有那麼久 一個星期左右 會不會比以前難了 會不會的 通常是支援電腦文 我們公司寫一個支援電腦文 給你帶你去面試館 那裏 申請一個文章 然後帶去警局那裏 警局那裏 其實是很多人想要MM2H的 當客人問到我們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給客人一些 其他不同的選擇 所以我們會比起幾個方案 我們都會針對各客的需求 你會否比起 不如說他的目的 是為了帶小朋友來讀書的話 可能直接做個學生簽 和陪讀簽就完成了 會介紹他甚麼最適合他 就是大家因應他的要求 譬如說他只是打算給小朋友過來 就未必需要申請MM2H 但如果那個爸媽都想過來看著小朋友 那就申請MM2H 或者申請另外的簽證 未有簽證都要過來 那他過來做甚麼呢 其實我這個年代 我們以前 我們小時候 我們會覺得很崇拜西洋國家 我們會覺得 我那個甚麼親戚 可以移民去西洋國家很威 金頭髮那些 到我自己真的有出去旅行 所以自己出去旅行一個體驗 還有自己去推廣 這個第二家園的時候 就會跟很多開國的朋友聊天 這兩個是不同的體驗 比如我自己出國 可能都是上了年 怕過你一出西國 就一定要找中餐吃的 那些食物 你又每次叫我吃一些披薩 吃西餐 煎炸油 當薯條也可以當一餐 我去倫敦的時候 我問他們吃甚麼午餐 他們吃薯片 再加一個汽水 我每天都要煮旁的唐人雞 顧著唐人餐吃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一個體驗 馬來西亞當然是美食 人們都比較包容 我們去外國 那時候我們排隊叫杯咖啡 但是黃皮歡和白皮歡 有分別的 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也覺得自己有分別的 我們馬來西亞就不會的 我們看到外國人就很friendly 像今早一樣 夏末生 夏末生也會帶人的 沒有包容性 因為我們有勢到大 我們都是侵住不同族族的 因為我們來到馬來西亞 第一個感覺就是很友善 友善到我心想你為甚麼對我那麼好 你是不是有甚麼陰謀 一來到的時候是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我們很開心看到外國人 是啦 他們是因為想逃離自己的國家 就是為了走路 還是真的喜歡馬來西亞才過來 他們是甚麼原因 我覺得多的是我們去西路 讀國際學校 哦 你讀書人是比較便宜的 美國也有 陸套有 都讀國際學校 他們喜歡那些文化 混合文化 而且對比起其他國家 學費上高馬來西亞便宜一點 生活指數也便宜一點 有很多粉絲就說 你好 你來到馬來西亞 他們會給我們這些品牌 麻辣炒米飯 這間餐廳也算是地利位置 很優越的 是碼頭門口 你落了碼頭就會見到 剛才我們的粉絲介紹我們來這裡吃 他們說對了 你吃完之後就可以坐船回去 語言上是可以習慣的 其實我也想到 有一個香港人這樣和我形容 為甚麼喜歡馬來西亞 他就坐在食物的Hotter Store 或者是Food Court 他有透明度 是 看不出他是香港人或是外國人 很舒服 他不會被人標籤 對 所以這是我很有印象 因為對我來說 這麼特別的理由都有 你想想如果他在外國地方 他坐下去 周圍身邊都是金頭髮的那些 的確是會被別人眼眸目 這個是真的 為甚麼第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馬來西亞是一個很友善的國家 你來到的時候 你生活得很寫意 你不會覺得很驅促 所以為甚麼那麼多日本人來這裡 日本人都是享受這個 無俱無俱的生活 居多 其實香港人 香港人多了 第二後期就是一些內地的朋友 還有一些美國的 還有加拿大的 或者是一些泰國的 即是他可能他已經拿到 他不是泰國人 但他已經拿到泰國國籍 或者是他已經是出來了 他拿到新加坡國籍 那他就現在是過來馬來西亞 其實大部份是有來過馬來西亞 但有一個個案是最神奇的 他未來過馬來西亞 但是他都 他都申請的 他都申請的 他不是因為你而申請的嗎 Suki 他是在YouTube 不是在YouTube 是在YouTube 馬來西亞 美國人是 在M&Twitch嗎 是在PVB 哦 這樣的人都有嗎 真的有 貼籤 Pose之後過來貼籤 才是第一次來馬來西亞 哦 他有沒有後悔 沒有 現在只是貼了籤 那現在年尾就在過來了 真的很特別 這個案子 所以要多謝你 KLL 對呀 推訪馬來西亞 對呀 為甚麼呢 他帶他媽媽過來 他覺得他在華人社會中 很容易融合 像我老爺一樣 他不懂英文 又不懂華語 只懂說廣東話 他都可以自己到街上買菜 廣東話和英文 差不多12場 剛剛沒有 但是 他就跟我說他喜歡馬來西亞 因為這裡有關節 關節炎 哦 發炎 即是在香港比較濕 但馬來西亞就比較爽 所以他沒有這個問題 對呀 阿斯巴濕疹 我也有這個問題 他都有濕疹問題 他一落飛機 就已經沒事了 我覺得那個春夏秋冬 可能 而且人家說 上了年紀的老人家 在馬來西亞住得很適合 因為上了年紀 你很容易會覺得很寒 很冷 馬來西亞沒有這麼冷的天氣 沒有冬天 變成是很適宜的 其實因為這個第二家園 有兩個部門一起聯手去做 所以有幾個部長 都有拳筒發表 還未踏到一個共識 有很多細節上的位置 例如你一定要買樓 樓是移手還是室樓 什麼時候要買 批准了之後 一年入面還是什麼時候 這些細節他又沒有結尾 對呀 之前人家說要買新樓 對 但現在又好像有消息 說不用買新樓 對 我們跟政府開會的時候 又問到他 是否一定要買新樓 或者二手盤都可以 我非常有答 可以的二手盤 但文件上又寫 只可以買新樓 即是要結尾這些 對 我覺得是有的 因為新樓是馬來西亞的住宅 你每個單位都要把價錢表交給政府 政府就會知道 你這個單位買的價錢合理 就可以控制到價錢 每個不合理的不同性 所以二手盤可能有些價錢 不是市價 我還沒介紹你這裏吃 我叫青鮮 我叫青鮮 原本是要咬鹹蛋的 不是 我剛才 因為你一直說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蟹上來了 然後我就上來擠了 好餵新鮮 你知不知道他跟他的小孩 是最喜歡吃蟹的 好爹 新鮮 新鮮 即是你吃到鮮味 我吃了 好吃嗎 我也試了一點 這是什麼蝦菇 你剛才點了 蝦菇很厚 你知不知道香港沒有蝦菇 是呀 香港沒有 不知道 香港只有賴尿蝦 那個我不敢吃 應該是 這個樣子不英俊 來到馬來西亞才知道 什麼蝦菇 原來就是賴尿蝦的肉 快點讚好 分享和訂閱我們的影片 粉絲介紹這間餐廳 它的海鮮又新鮮 價錢又合理 行不行 先試一下 是呀 好像秋刀魚丸 很彈的 這個你最喜歡吃 因為它有豆腐 它的魚蛋很彈 我忘記問Suki Suki 我幫粉絲問 你結婚了嗎 還沒 還沒 你錯了 你不應該問 應該問 Suki 你的男朋友有味嗎 得不到 Suki 你最好你找個鉗 你不找個鉗 你不找個鉗 你剛才是靠什麼 靠它的門牙夠大隻 因為它的牙夠大隻 門牙夠大隻 門牙在咬 你知不知道 我試過我用門牙 我很喜歡吃鞋 我用門牙在咬 咬斷了 牙斷了一半 這是夾 然後我在香港補一個門牙 八百元港幣 即是四百多塊 補一隻門牙 例如外國朋友 他們在倫敦 或者西方國家 他們來到馬來西亞 我們會問 要不要洗牙 百多元 要用保價 然後換褲眼鏡 眼鏡很便宜 便宜一點 其實我們的設施都非常之好 像我這樣 我上次的身體是1500塊 已經可以做一個全科的婦女的身體 如果你在香港好像六七千 哇 六七千一個 全部是用你的四分之一 好像你說保牙那樣 四百多港幣 即是馬幣 四百多元馬幣 馬幣 所以我們這裡也是百多元馬幣 可以補到一個牙 最近很多朋友 四分之一 經常擔心馬幣跌 最近升上 你知道嗎 它由1.6反彈到1.9了 現在 因為有客人給我們美金 然後我們擺自動公司 還未轉去馬幣 誰知現在馬幣強化 我又好像不值得 是啊 難怪他的電話有美金 先拿著美金 之前是這樣的 他有跟我們說的 你不要去買房子 你買了房子就沒用的 就算樓價升了 它的clerency跌你也是死的 但它不會一直跌的 它不會跌一輩子 現在就證明了它會上升 其實我覺得這個mean 是大概1.9到2左右 其實是一個mean 你覺得是嗎 我覺得一般都是保持這個水平 正常水平 所以其實因為很多人 過來買房子都會擔心這個問題 他們會覺得 我現在譬如買了 會不會clerency跌 然後變相樓價跌了 他們會想這個 其實如果clerency穩定 對於他們的考慮因素也是多 現在都會穩定的 我們還有 第二就是你也是想投資的 我看到現在很多外國人 都會拿錢過來馬來西亞投資 譬如說香港人 他們都會說 我想在馬來西亞開公司 也會有這樣的 粉絲會問我們 怎樣開公司 如果大家粉絲 有哪些人想 查詢這些MMPH的遺憾 移居過來馬來西亞 想感受一下 或者想探索一下 馬來西亞的好處 都可以找我們 我們可以幫你轉介給 Forence和Suki 讓他們給大家多些資訊 如果大家 有時候我們都會開一些直播 大家可以直接問他們 兩位美女 可以有些什麼疑問 可以衷心地解答到大家 所以 今次 今天 謝謝大家 謝謝兩位 帶我們來吉淡島 吃好東西 我們遲些直播見 好嗎 拜拜 拜拜 在馬來西亞 雖然去的地方很嚴重 如果有時候 你就不想要去那麼遠 只是想走一日遊 那你就可以在霸生澳 搭九個字的旋程 就可以來到這個小島 走一下 感受一下這個漁村的風景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讓我下次帶你去其他小島 記得訂閱和Like我們的頻道 是什麼時候